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印度河流与文明有着对自然崇拜的理念 所以在古印度的神话中 日月星辰与山川河流都被赋予神性 人类也能够经由锻炼与修行得到力量 在神秘与华丽的外貌下 存在浓厚的人情味 无论是神还是人或者是动物 都存在着爱恨情仇 不断的破坏与重生 正与邪对抗正面交锋 这些故事优美动人 让人们摆脱苦难 同时展现对幸福美好的渴求 也表达了人对于秩序的追求 理解自己应尽的责任 与面对人生应有的智慧 各自吉人生 预言物道理 欢迎收看唱所预言 巨颅大战已经开打 由皮诗魔领军的巨颅族 一直处于上风 一直到第十天 半渡族的阿周纳 躲在了术法的后面 向皮诗魔射出了一箭 就成皮诗魔身受重伤 皮诗魔一看到术法 心里就有术了 这是他逃不了的命运 皮诗魔告诉术法 就让我们在战场上 了解这一段念缘吧 术法站在身受重伤的皮诗魔面前 可是这时候他却下不了手 皮诗魔平静的说 射箭吧 你不是一直想要杀掉我吗 术法呆呆的站着 肩站在一旁催促他快点动手 这时候皮诗魔却想起来 走向术法 表达自己的歉意 没想到 站在术法后面的阿周纳 忍不防地拉起弓箭 一箭就射穿了 他的祖父皮诗魔的心窝 阿周纳含着眼泪 再次松开甘迪拔神功的弓弦 顿时无数之箭飞向天空 然后掉落在皮诗魔的身上 皮诗魔被束石之箭射中 翻身落下了战车 剑簇造成了他的身体 没有办法贴在地面 呈现出悬空的状态 阿周纳为自己射出的第一箭感到难过 他抱着皮诗魔悬空的身体痛哭 战场上突然安静下来 双方都暂时停止厮杀 大家纷纷走向皮诗魔的身边表示哀悼 无数之箭支撑着皮诗魔的身体 让他看起来很像是躺在一张床上 奄奄一喜的皮诗魔 请大家给他一个枕头 因为他的身体正处在悬空 太不舒服了 有人拿来几个垫子 却被皮诗魔拒绝了 皮诗魔不希望阿周纳事后 因为这件事情自责 所以直接要求阿周纳 给他一个战事用的枕头 阿周纳从剑囊中拿出几只剑 插入土中 让皮诗魔的头枕在三只剑的剑簇上 皮诗魔安抚着阿周纳 微笑的说 这个枕头我很满意 天色渐渐暗了 奸战兄弟和南迪兄弟 都悲伤的跪在皮诗魔的身边 皮诗魔对兄弟们说 一切都有因果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你们不要太悲伤 是我自己选择死亡的 皮诗魔还告诉兄弟们 战争是没有意义的 希望他们彼此要相亲相爱 皮诗魔是不死之身 他可以决定自己什么时候死去 这个时候 加尔纳走过来 他握住了皮诗魔的手激动的说 虽然你一向看不起我 但你仍然是我尊敬的对手 我尊敬你是真英雄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 请你安心的去吧 加尔纳没上阵的原因 就是因为赌气 不想和皮诗魔同胎 他对皮诗魔可以说是又爱又恨 加尔纳对皮诗魔承诺 一定会替他报仇 加尔纳和尖战 是同母与父的兄弟 说起来 皮诗魔也是他的主妇 皮诗魔慈祥的摸着 加尔纳帅气的脸庞 告诉他 孩子 你的心中充满了仇恨 我同样于心不忍 和你的兄弟们和解吧 皮诗魔不希望 加尔纳继续用仇恨来战争 他对加尔纳说 在我的心中 你和阿周纳是一样的 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 我希望你能够放下心中的仇恨 和兄弟们和解吧 只有你们兄弟和解 才能够结束这一场厮杀 不要为了我报仇 是我决定自己死亡的 加尔纳摇头 并且坚定的说 我的兄弟只有南迪 是南迪给了我财富和权力 更重要的是 南迪还给了我尊严 这个世界上 我只认定南迪是我的兄弟 我必须为他而战 皮诗魔看着加尔纳 发泄心中的情绪 他还想要继续的安抚他 再劝说他 可是一直没有说出声音 皮诗魔的眼睛 这位老英雄为了结束这一场大屠杀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巨卢军队的统帅 皮诗魔死了 巨卢大军现在是群龙无首 南迪和加尔纳正在商议 该由谁来担任统帅呢 加尔纳提议 德罗纳是所有人的老师 也是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 德罗纳是最佳的人选 南迪和其他的兄弟 以及众多的盟友 一致同意加尔纳的提议 在一片的欢呼声中 德罗纳就担起了 巨卢大军统帅的重要责任 比起皮诗魔 德罗纳并不在意战场上的规定 只要是能够战胜对方 怎么做他都认为是正确的 也因此在德罗纳的带领之下 大战的惨烈程度越来越升级 如果白天无法分出胜负 晚上就点起油灯继续的战斗 不只是班渡大军 就连巨卢大军也疲惫不堪 另外一边 奸战兄弟和黑天等英雄 也在研绎应对的方法 他们兄弟从小跟随老师 德罗纳习武 非常了解德罗纳的个性 相信他会有一番不同于皮诗魔的作为 最后大家决定 阿周纳的儿子基昂 骁勇善战 就安排他在奸战的身边 负责保护奸战的安全 为了打败班渡族 南迪给德罗纳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活捉奸战 于是德罗纳暗中设下了陷阱 这一天德罗纳派出了两路大军 分别将基昂和布军缠住 让他们无法抽身去支援其他的部队 现在基昂正立战成凯和胜车的围攻 布军则和大力士沙利耶厮杀 布军狠狠地当头一击 沙利耶大败而逃 这个时候德罗纳率领主力军队 往尖战的方向包围 尖战射出数千之箭 不过德罗纳显然不怕 在他的还击之下 尖战的弓片刻就被击毁 尖战被包围了 基昂和布军又无法及时回防 猛光试图阻止德罗纳的攻击 但都失败了 眼看着尖战的部队就要被攻陷 德罗纳的队伍就要冲到尖战的面前了 这个时候阿周纳的战车 急速赶来出现在眼前 德罗纳错愕愣在原地 阿周纳非常尊敬德罗纳 曾经是最疼爱他的老师 所以没有给他太大的难堪 阿周纳安静地从战车中 拿出了一个大袋子 请械倒出来的是数以千只的利剑 德罗纳看到那么多的剑 心里就明白了 他们的军队已经失败了 于是下令撤退 率领人马转身离开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跨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战争来到了第12天 德罗纳很想早一天结束 所以她开始运用一些方法 对德罗纳来说 只要最后能赢 她才不管场上制定的规则 擅自围攻兼战 又不是阿周纳突然出现 她早就成功了 虽然阿周纳是她的爱徒 不过 既然只能在战场上相见 就不要怪她不客气了 双帮军队收兵回营后 德罗纳运用策略 设计调开阿周纳 她再一次向南迪强调 要想要抓住奸战 就要设法引开阿周纳 以三血国善幼王为首的 赶死队自告奋勇 愿意承担这个任务 赶死队在战场上 和阿周纳展开激烈的交战 趁此机会 德罗纳率领军队冲向肩战 阿周纳震撼赶死队交战 她发现 自己好像上当了 因为肩战可能遭到 德罗纳和福寿王的进攻 福寿王成着一头大象 对肩战射出一阵一阵的箭雨 阿周纳发现情况不对 赶紧歼灭赶死队 前去援助肩战 她和福寿王展开激战 首先 她放箭射伤了福寿王的大象 还折断她的弓 击碎她的铠甲 福寿王不甘示弱 马上拿起驱离大象的铁钩 口中念着皮尸膜的咒语 然后将铁钩往阿周纳的身上砸过去 幸好黑天挺身挡住了铁钩 才让阿周纳逃过一劫 阿周纳按照黑天的吩咐 用箭射死福寿王的大象 大象惨叫一声倒地 接着第二支利箭 射中了福寿王眼睛上方的头巾 头巾遮住了福寿王的视线 最后一支箭 直接射穿了福寿王的胸膛 巨儒军队现在乱成一团 沙公尼的两个兄弟冲上来要支援福寿王和阿周纳对抗 结果双双都被阿周纳击毙 沙公尼大怒 他拿出了所有的武器来攻击阿周纳 却被阿周纳轻轻松松的就试破 最后沙公尼落荒而逃 接着阿周纳大肆杀戮巨儒军队 德罗纳也对班渡军队大开杀戒 双方军队伤亡惨重 成千上万人都死在班渡军队的枪下 巨儒族连续损失了几位重要的战将 造成士气极度低落 南迪认为军队在这个时候 需要有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 于是他命令德罗纳给阿周纳好看 拿他的儿子来开刀 不择一切手段 一定要杀死激昂 第13天赶死队再次的向阿周纳发起挑战 他们先将阿周纳引用到距离尖战很遥远的南方 有这一段的安全距离 一时半刻是赶不回来的 然后再由德罗纳率队排出车轮阵的阵容 向监战发起强大的攻势 面对来势汹汹的巨儒大军 步军率领善战等战将拼命抵抗 但仍然挡不住车轮阵法的强烈攻势 在紧要的关头 监战把阿周纳的儿子基昂找来 对他说 现在德罗纳摆出了车轮阵法 我方军队一步一步的败退 你的父亲阿周纳又不在 现在只有你才能够破这个阵法 你快点去吧 基昂回答 我可以去 不过父亲只教我破证的方法 却没有教我退证的方法 监战心里一惊 这下怎么办 基昂又说 不如我先想办法削弱对方的力量 让伯父有时间去寻求支援 监战惊弱的问基昂 你的意思是说 你只会冲进去 不会冲出来了吗 基昂点点头的确是这样 监战想想说 没有关系 你先设法攻破一个缺口 我们的军队会紧紧地跟在你后面保护你 于是 基昂的战车攻破了敌人的阵脚 再度引起巨儒军队一片的慌乱 不过 这一切都在德罗纳的计划里 这一切的发展都在德罗纳的计划中 他们事前就推盘也练过 排出政法后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据如大军出发后 圣车王迅速指挥军队重新整合 把来支援的班渡军队的将领 全部都隔离在车轮阵外 就连监战和步军都无法冲进去 威武勇猛的激昂孤军奋战 杀死了无数扑向他的敌军 还打退了德罗纳 慈敏等战将的轮番攻击 德罗纳看着这位勇敢的少年英雄 想起年少时期的阿周纳 德罗纳的心里很感慨 可惜彼此是站在不同的立场 不能够好好的做一场英雄的比武 姬昂先后交手南迪 南将和加尔纳 顺利的闯入了敌阵 兼战则率领军队紧跟在后 作为后盾 南迪看到姬昂竟然冲了进来 气得大骂 这个死小孩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南迪和姬昂交战很久 最后南迪被姬昂的利剑射中 倒在战车上 南迪的儿子罗奇冲上来要替父亲报仇 他和姬昂交战几个回合之后 就被姬昂用一根长矛刺死 亲眼看见儿子被姬昂杀死 南迪在地上狂吼狂叫 要姬昂把儿子还给他 南迪想要冲上去杀了姬昂 却因为身上有剑伤无能为力 德罗纳等人赶紧冲上前 把姬昂包围住 圣车王率领军队冲上前 截断了来支援的班渡军的去路 德罗纳告诉加尔纳 姬昂身上的铠甲坚不可破 所以要先把他的马将绳射断 然后从身后去攻击他 才有办法杀他 加尔纳按照计划行事 结果姬昂手中的弓被毁了 战马和车夫也被敌人击中 姬昂立刻拿起了身边的盾 和宝剑来应付 没想到才一下子的时间 他的盾和宝剑也被德罗纳击毁 姬昂已经没有武器了 面对众多敌军的包围 身后又没有任何的支援 只剩下他孤身一个人 做最后的拼搏 姬昂捡起地上的车轮充当武器 他的双手胡乱挥舞 像极了大神皮尸奴显胜的样子 瞬间加尔纳从姬昂的身后 扑了上来 姬昂重心不稳倒地 杜娜的儿子看见了 加马再拿出了一只铁柱 狠狠的往姬昂的头上一敲 英勇的姬昂就这样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德罗纳用剂支开阿周纳 还主打了尖战等人的后援 让姬昂孤身奋战 虽然说这么多的人包围一个人 即使赢了也顺之不武 不过这就是战场上无法预期的变化 毕竟兵不业战 只要能达成任务 什么阴险的手段都有人使用 激昂死了 姬姬和敌军交战的阿周纳还不知道 她要怎么接受失去孩子的痛苦呢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预言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画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敖墙宇宙天地 看 那有宙斯 赫拉 阿波罗带帝 还有普罗米消失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话 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里帕斯的天地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重生说在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一二三四五六七 生活到处是惊喜 一是傻瓜牡羊 情怀金牛 开心充裕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还是幸福水平呢 美丽的阵容 喜欢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看过独咬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 不管是国王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对山耀之缘和你 就在风中静静的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星辰永不打开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